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品尝很多受到上班族喜爱的便宜日本料理店在板桥 这家日本料理店推出了只要100块钱的生鱼片丼饭 上面有鲑鱼 有鲑鱼 满满的旗鱼生鱼片 竟然还有高档日式料理才吃到的海鲤鱼 因为价格比一般餐厅便宜了一半 所以深受附近上班族的喜爱 光是这一碗满满生鱼片的丼饭 一天可以热卖300多碗 中午休息时间一到 板桥火车站旁这间日式料理店涌入大批上班族 瞧才刚过12点半 整间店80多个座位几乎一味难求 原来是这群小资男女 却冲着百元日本料理而来 这里的生鱼丼价位只要100元 所以有高档日料才吃得到的海鲤 还有鲑鱼 鲑鱼 鳍鱼 虾软 玉子烧 鸡蛋等等 算一算配料多达10种 整整比市价便宜一半 难怪每天热卖300万以上 因为像现在这个物价都在上涨 所以我们的薪水真的很有限 薪水也不会涨 那这么薪水有限的情况下 不可能100块钱可以吃到 这样整份的一个套餐的定食 所以我就来这边吃真的非常的划算 不止生鱼丼料多实在 就连其他3040种的菜色 全部都在百元上下 尽管平价 但重视美味的程度 才一点也不马虎 光看这条空运来台的澎湖海梨 全身散发着耀眼色泽 光是身长就有80公分 重达10斤 一斤成本高达400多元 师傅靠着精湛刀工 把鱼肉切到和鱼骨完全分离 一点也不浪费 通常我都会先从头去掉 跟尾巴先去掉 然后留中间最好的部位给客人吃 这部位是从我们的鱼肚开始开鱼 这样子 开鱼技巧 这边中间骨头鱼刺那边 刀子慢慢从骨头那边 慢慢一刀一刀 慢慢把那个新鲜的部位给取下来 重点是说 刀子不能跟骨头距离太近 顺着纹路切下大小一致的海里鱼片 让鱼肉更鲜甜又嚼劲 收刀时还得再接近鱼皮处 切出角度口感才会更好 最主要是要划刀下去切 然后一刀 尽量一刀就让它断 刀子要利落 然后切到这个有零零嚼嚼的 这样吃起来很有口感 然后最主要是它会锁住鱼肉的水分 好 这样子鱼肉吃起来才会鲜甜 师傅快手把鲜切的海里 铺在刚刚起锅的白饭上 再点缀鲑鱼 鲑鱼 鳍鱼 鳍鱼 虾软和玉子烧等 最后放上蹄色的蛋黄 就大功告成咯 夹起一块生鱼片 透着诱人的油亮光泽 再拌着浓浓淡香的白饭 这份百元平民生鱼片豆饭 让上班族直呼物潮所值 现在十岁便便市区 吃个便当要七八十块 那相对这边的价格 大概都一百块左右 那装潢又好 气氛又好 相对又可以享受这些美食 它是 里面是有放海鲤鱼 海鲤鱼是在一般来讲 高级的日本料理里面才会看到 那我相信这一碗在外面 应该是大概三百块以上 那对于我们这种 这边的上班族的话 是非常的超值 非常的划算 CP值高又小和短褂 果然是吸引小曾男女的王道 比试价便宜一半的猪排定食 后的猪排将近一个拇指头宽 至于白饭味增汤和三种小菜 还无限量吃到饱 却只卖一百元 师傅俐落地把每片利鸡肉 切成一个指头宽 为了增加猪肉彩性 蛋筋肯不能少 师傅轻轻按压裹上面包粉 避免破坏脆度 猪排好不好吃 面包粉也是一大关键 一般都选这种细颗粒的面包粉 可是师傅他们选用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材质会比较好 然后比较能够包覆住猪排 一般用的这种 它的材质比较细 对 吃起来会沙沙的 比市价贵上五倍的 处理面包粉和细颗粒的面包粉 炸起来有什么不同 提声音渐分明 我吃很多家 那这家的那个面包粉 它蛮脆的 尤其它的肉质 觉得吃起来很弹牙 像一般猪排 大概一百多块 这个一盘只要一百块 然后菜只有这么多 还有汤 超时的美味 还有这一份和手掌 一样大的烤鸡腿定食 鸡旁白饭小菜味增汤 同样让你无限量吃到饱 为了维持极有腻度 得费工先蒸到八嘴熟 再烤到外皮酥脆 我们要先把它烤成金黄色的 皮脆脆的 然后再上我们日本进口的 碳烧烘味酱 再上去涂一次 然后之后再把它烤台往上提 让那个皮更脆 带着微焦的外皮 吃得到之多味美的鸡肉 配上三样小菜和香浓的味增汤 保证让上班族吃饱后 元气满满 这个鸡腿吃起来 就是腌制得非常入味 然后它的外皮 烤得非常酥脆 所以吃起来 让我皮肤会觉得 痠痠的 很好的感觉 所以我会常常来吃 于是价平一半的日料 开业一年来 不靠宣传 一天翻桌率高达五六次 尽管物价不断调涨 但老板仍坚持主打评价策略 让小资男女夸得少 也能吃得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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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